歡迎收看小編汽車區 我是莫娟 我們今天來到位於 桃園市盧竹區的喜洋洋 就是汽車場 所以平常都跟我們汽車技師 在拍小編汽車區 所以今天就是由我助理來拍攝這樣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一間的好評跟負評 首先第一個 有幾個給SUV用的寬大位置非常棒 比起其他間的汽車場 它真的算滿大的 只是說它前面有兩個 算是有屋簷的 那兩個位置應該是這邊的搶手位置 再來是第二個 他說還不錯 但是常常走過頭 我們剛才開來迴轉的時候 我去室友先看了一下 不然我也一定會走過頭 因為他其實就在叫蛋的旁邊 但是呢 他又很不起眼 然後第三個 劉大大說洗車設備不錯 但最裡面的洗車位根本開不進去 那我在想他應該就在做這個位置 除了剛才他說的最後的位置 其實我覺得這裡沒有不好聽的地方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他的三個副品 首先第一個 套餐會莫名其妙停掉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我們的套餐會不會突然停掉 第二個留言說 垃圾多 蚊子多 環境髒亂 我現在聞了一下 我覺得他這邊就是有那種資源回收場的味道 可能是因為這樣造成人家會覺得不雅觀之類的 蚊子多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騎完再來告訴大家 到底我們有沒有被頂 再來是第三個留言 他一樣也是在說這裡的環境很臭 然後他還有說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因為這裡環境很臭 騎完車之後不要開車門 不然裡面會很臭 我們等一下再來實測看看 到底是不是有他說的那麼臭 那我們現在先來介紹一下他的設備 剛才的留言說現在變成一百塊三十分鐘 其實他是說錯 因為現在是一百二十塊四十分鐘 就是洗到飽的部分 鍍膜五十塊 他一樣有電子支付 但是呢 他好像就是只能用悠悠卡 他沒有什麼 所以呢 來這邊 你只能用悠悠卡 現金 沒有了 再來我們來介紹一下他的設備 首先這一支是高壓水槍 沒有我前面幾間卻看起來那麼好 我覺得他蠻重的 然後這邊其實還有蜘蛛網 灰塵其實算蠻多的 再來第二個 低壓水 這個呢 就是我們拍的這幾集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低壓水 是有一條水管 通常低壓水人家都是只有一個水龍頭 然後直接打開 他不能移動 但是呢 這裡是有一條水管 我就是可以這樣衝衝衝衝衝 車身有打蠟或鍍膜啊 可以幫助做一個收水的動作 讓你在插車的時候會更省力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腳踏墊清洗架 你覺得他架在這裡好嗎 覺得不好 會很容易噴到是嗎 對 沒錯 對啦 因為我覺得他有這個格架 沒錯 可是呢 我覺得他太低了 你放在這邊其實也很容易噴到 設計需要改善一下 對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泡沫槍 這支泡沫 他也蠻重的 但是呢 至少他有這個省力開關 之前的幾間 我們都沒有看到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風槍 這個風槍呢 竟然也不是金屬的 前面這個材質呢 是塑鋼 他的前面一樣是沒有橡膠套 所以就是很容易這樣敲到有沒有 就有可能會有刮痕之類的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鄧膏影 竟然沒有鎖10塊錢的 他可能不怕被人家投 或者是說 他比較像是人性吧 然後水離子鍍膜就是長這樣 這裡還有這個 鋼圈清洗劑 我在想他應該也是減鋼啊 或者是玩用 你看 這裡感覺還是有什麼蟲卵之類的 所以 人家說這間環境髒亂 我在想應該是因為他的設備 每一個都看起來髒髒的 最後還有一個吸塵器 他的每一個設備我摸起來 都是有灰塵 你可以照一下我手 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但是就是一大堆髒髒的東西 然後這裡一樣也有彈煙筒 不過他沒有標示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對比機 因為剛才有人說對比機會吃錢 我現在來實測看看 這裡是100塊 我們比較幸運啦 沒有被吃錢 那他這裡的脫水機一樣是免費的 其實不一定每一間洗車廠都是免費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還算不錯 然後這個脫水機 至少他的整體是算乾淨的 太陽旁邊就是滿滿的灰塵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販賣機 他的販賣機呢 就是像其他件一樣 就是一樣一堆海綿嘛 然後擦車布 他的皮革乳我覺得比較特別 他是做成一包一包的很像咖啡包 可能就類似說給人家做體驗 如果你覺得好用呢 你也許可以再去找他的品牌 再自己去買一整塊的 飲料機的部分呢 我覺得就是差不多這幾樣啦 竟然有賣金金蘆筍汁 你不是喜歡喝金金蘆筍汁嗎 我沒有喜歡 他這裡還有重機友善區 這一格就是專門給重機洗的 其實我覺得就是跟給洗車的人差不多 那我們現在就來體驗看看 這裡的洗車設備吧 GO 我們來測試他的水度膜看看 他的水度膜要50塊 現在要來先噴一下度膜 高壓沖水沖掉來看看他的效果如何 好像沒什麼效果 那我們現在拿我們的水度膜來測測看 這是我們店裡賣的水度 OK 我們就這樣就好 那我就沖水囉 油素是不錯的 接下來示範一下 我們店內跟蝦皮賣場賣的玻璃套組 第一個就是玻璃鍍膜 第二個就是除油膜膏 那我們會附贈這個壓縮羊毛磚 就是讓你手動除油膜用的 再來就是玻璃鍍膜 他這個已經有一層鍍膜精在上面了 所以說你鍍膜精可墊可不墊 看個人去使用 如果說你這是使用完啊 其實你當下清水洗一洗晾乾 我們下次可以重複使用 可是呢 下次重複使用的話 我會建議說搭配鍍膜精 這在我們賣場都有加購專區 可以去加購 那我們還有一條下蠟布 就是讓你去做下玻璃鍍膜用的 用完後呢也是一樣 清水洗一洗 然後在陰涼處陰乾就好了 不要曬太陽 不然的話 它纖維會變粗 比較有機會去刮傷 孟軒的車他的後檔玻璃啊 給大家看一下 可是效果明顯衰退 流速沒有那麼快 在除油墨之前啊 我們會多一道跑磁處 因為像顆粒 他並不是單單附著在車期 他連玻璃也會附著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鐵粉或是泡沫 然後用鐵粉來除一次 我們跑磁圖呢 第一個動作一定要輕 第二個潤滑一定要夠 這樣跑來跑跑來跑 發現這邊可能潤滑度不夠 然後我們就可以補泡沫或鐵粉 再補一些 然後再下去跑 我們跑的同時呢 我們的拎之手 可以上去摸摸看 確認有沒有顆粒 這邊有顆粒 我們這邊再做一個加強 小面積的去跑 然後再確認 沒顆粒了 然後我們再換下一塊面積 現在玻璃上已經確認過沒有顆粒 那我們就把剛剛噴在玻璃上的藥劑 用軟水把它代謝掉 我們沖完水後啊 玻璃不用擦乾 我們就拿出我們的儲油膜磚 儲油膜膏 我們就這樣擠上去 要很搭力嗎 這個部分要稍微出點力 儲油膜膏啊 其實它有很簡單的判別方式 就是你這樣刷上去 你只想它有暈開的話 代表說它油膜或是鍍膜沒有徹底的清潔掉 所以我們要不斷的來回來回 稍微需要一點下壓力道 那我們現在已經是儲管的狀態 因為它沒有看到任何有暈開的現象 那我們就沖水 看過去啊 它的水是沒有呈現暈開的狀態 就代表說我們儲油膜是成功的 我們就先擦乾 然後來施作我們的玻璃鍍膜 鍍膜和鍍膜磚 就滴個幾滴上去 先劃一圈那個我們要施作的範圍 因為我剛才就是除半塊而已 這個沒有什麼難度啦 引致型來回塗個兩遍 鍍膜的覆蓋率就達到百分百了 那我們現在就鍍完 今天天氣是比較涼爽的狀態 我們就等個大概15分鐘 我們再把它下掉就可以了 現在時間已經過了15分鐘 那我們就把鍍膜下掉吧 玻璃只要有上到鍍膜的地方啊 一定要下乾淨 OK 現在我們就用低壓水來做測試吧 這是我們剛做完 玻璃鍍膜的狀況 其實可以看到它的潑水滑度 還有水珠的顆粒飽滿 假如說你有遇到下大雨的話 它水珠時間全部一口氣垮下來的 洗完車啊 也可以用這種低壓水 剛好順勢做一個收水 可以減少你載擦車的負擔 這樣看過去其實是 不會有水黏在玻璃上的 那我們今天示範就做到這邊囉 我們現在終於洗完了 120元40分鐘 我覺得時間真的很緊湊 因為其實我40分鐘我洗不完 洗得很緊張啊 剛才我們就是要體驗鋼圈77 但其實我們體驗完 一樣是跟其他間一樣效果不太好 然後包括鍍膜 鍍膜確實花了50塊 我們還是一樣丟進海裡的感覺 因為沒有效果 今天算是我第一次在自助洗車場洗車 其實我前面看了那麼多自助洗車場 我覺得這一間沒有到很糟糕 但是它的環境確實就像屏路所說的 就是比較髒亂 我這邊沒有看到廁所 我在想它沒有廁所應該是因為 它旁邊就是加油站 如果你要廁所的人就會直接走去加油站 其他設備的話 我覺得那個泡沫滿糟糕的 因為它的後座力很大 我才噴完一整台車 整間幾乎都是泡沫 因為它噴出去會反彈 然後我幾乎整身也都是泡沫 如果說有更好的選擇 我會去其他間 除非是萬不得已 我才會來這間 那換選你今天看我洗車你有什麼想法嗎 因為你說你是第一次來自助洗車場洗車 前面的流程啊 我有事前先跟你指導過 在使用高壓的部分啊 我發現你其實衝的速度還蠻快的 就是一直這樣左左右右上上下下這樣 你沒有說要慢慢的完整的把泡沫帶掉 可能像水切這個地方 或是說可能還有一些縫隙 可能還有殘留一些泡泡在那邊 所以我才會一直都覺得沖不乾淨 對 還有一點就是說 你正洗完啊 車頂的泡沫 你沒有當下先沖掉 因為我先看你把車身 窗戶的泡沫都先沖掉了 簡單來說就是 沖水的話要由上往下沖 這樣方法是比較快速啦 不過還是要看個人怎麼去洗 對每個人洗法手法會不一樣 還是以自己最好的手感為主 那你自己覺得說這間洗車場怎麼樣 左右空間大 假如說旁邊有其他車輛在洗車的話 看一下 那地圖水根本不會過來 那排水設施其實還算不錯 只是走路那種 它水溝蓋就是這樣翹來翹去的 除了車頭那邊會有一點小積水 這間自助洗車場跟前面幾家比起來 車道部分感覺比較小一點 例如說你可能要倒車的時候 你可能要前後前後做個兩次這樣 那雨棚的部分其實沒有遮得很完整 你前面這段距離都是在淋雨的狀態 假如說你在打蠟的話 那前面車頭是濕的你要怎麼打蠟 對不對 我們剛剛選用120元40分鐘的套餐 它好說也是功能你都可以暫停 可是它總時間40分鐘的這個時間 它還是會繼續計算的 所以說在洗的話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你今天有被蚊子叮嗎 目前是沒有 我這邊是有看到蠻多蚊子 但是我現在只被叮一包 所以我是覺得還可以 那今天我們的體驗就到這裡囉 下次見 掰掰 現在我們要離開了 然後剛才有一個評論是說 洗完車的時候千萬不要把車門打開 因為會造成車內有很臭的味道 那一開始我們也覺得還好 不過我們現在進來真的覺得超臭的 所以我覺得評論真的 人家也不是在亂講的 核心汽車精通油電車專修LEXUS 機械堂專業電動工具維修保養改裝 中和上勤汽車 應急訪建機械堂